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愧的工人这个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叶光明 为了帮助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 能够有一份参考书啊 也可以说参考的资料 我特别问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这是免费送给你的 欢迎来信索取 记住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欢迎来信索取 言归正钻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关于祷告第三个题目 有关祷告的第三个题目 在没有讲这个题目之前呢 我们先简单扼要的复习一下过去所学习过的 在有关祷告的头一个题目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很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神渴望随听 并且答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并不是像一位不愿意或者勉强 随听人祷告的神求 神期望我们向他祷告 更期望我们得着所祈求的 然后我们又看过了祷告蒙艺女的七个基本条件 也可以说七个因素 好我们再重问一下这七个因素吧 第一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来到神座前的途径 第二我们要存感谢和赞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第三我们要坦然无惧放胆的来到神的面前 第四我们的动机要正确 而正确的动机就是为了神的荣耀 第五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有饶恕别人的心 第六我们需要圣灵的指引和加力 圣灵的工作之一是在我们软弱无力 不晓得该怎么祷告的时候 以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祈求 因为圣灵是我们的保慧师和安慰师 最后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旨意祈求 而神的旨意就是在神的话语之中 当我们把神的灵和神的话语配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好像一首和谐的交响乐一样的 由圣灵来做指挥 而神的话语就是乐谱 一切祷告的人那就是这个乐团的团员 也就是乐队的队员 在圣灵的指挥底下 圣灵的祷告就能发出功效了 耶稣应许凡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 他就在他们中间 那这是一个十分宝贵的应许啊 那上次我们从几段经文当中 看见我们可以怎么样按照神的话来祷告 按照神所写下的乐谱来演奏 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那就是为他们的政府和国家祷告 我们有责任为在位掌权的祷告 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政府 那其实啊 一个政府的好坏与否啊 除了在于政府本身之外 还与信徒的祷告是有关联的 我们不是在祷告当中批评政府 或者指出政府的措施 我们乃是应该要切实的为他们献上带祷 向神祈求 让这个政府能够尽量的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 那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思想有效的祷告 我们所根据的经文是以西节书36章 这一章经文的最后部分呢 是神要复兴以色列的应许 神要复兴他的国土和他的后裔 那不过我们并不打算讲这些 我们要看的是以西节书36章所讲到的原则 看一看以色列国的复兴 怎么样应用在神对教会的旨意上 那如果我们看以西节书的36章的24到30节 我们就会从这七节的经文当中 看见神一共17次 那你注意了 17次提到他要向以色列所做的事 神之所以要行这些事啊 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功劳 值得神为他们这样去做 或者说神这么宠爱他们 而是因为神的信实啊 神要守他的诺言 并且神要为着他的名的荣耀 所以神才这样做的 因此神一而再再而三 一共17次的说过了多次啊 重复的要向以色列人行这样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看以西节书的36章 24到26节 经文这样说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 从列邦聚集你们 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一切的偶像 单单这两节经文呢 神已经说了六次 我必我要 你看啊 神向以色列人讲出 他将要做的事啊 这给我们看见了 神的定旨 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 有什么优点 才这样做的 乃是因为神是信实的 他要守约 并且要关心他的名得荣耀 那跟着我们来看看 以西节书的36章的37节 经文这样说了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增加以色列家的人数 多如羊群 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 我要给他们成就 你看啊 神之所以要这样说啊 那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民 符合了什么资格 神这么说 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 我要给他们成就 求问原来的意思呢 就是恳切的寻求 以色列人必定会恳切的寻求神 神就会回答他们 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 是关乎神和他子民的关系的 神说到了某个时候 神就会为以色列家成就一件事 就是复兴他们的地 那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应该得到的 啊 配得的 不是的 而是因为神的慈爱和信实啊 神并且说 他要为他们成就一些事情 而当他们看见神的旨意实现的时候 神就期望以色列人有回应了 对他产生回应 那就是回转来归向神 谦卑下来 不但悔改 并且恳切的寻求神 因为神为他们行了大事 神成就了他向以色列人所做的应许 那么换句话说 当神开始施出他的恩典 为他的子民行事 实现他的应许的时候 神所期待的并不是他的子民 只是在那观看 哎呀 觉得神多么的奇妙啊 啊 或者说啊 就讲两句好话就算了 这不是神所期待的反应啊 神希望以色列人会有这样的看见的反应 什么样的看见 什么反应呢 他们应该说 神既然为我们行了如此的大事 就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去寻求神 归向神吧 神是期待他们说这样的话的 由此可见 神施出他的恩典和信实 他也期望人对他有好的回应 懂得归向他 恳切的去寻找他 或者说寻求他 当然了 这是人自由意志所做的一个决定了 所以神的应许 预言启示等等啊 绝对不能够成为人的灵性的懒惰 冷淡的借口啊 相反的 他应该更让我们对神有一颗殷切的心 有一颗回应的一个热切的心 也就是去追求神自己 以西节书的第36章不但适用于以色列人啊 也同时的适用于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 也就是说适应今天的教会 我们必须要问问自己 到底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 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所指的我们呢 是指基督身体里的真正的信徒 到底神要在这个时代当中 向教会有什么样的要求 希望我们有什么作为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有两处经文是我们一定要看到 首先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十七节 这里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 神要在末后的日子向他的子民所做的事 那经文这么说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那我希望你留意 神说这番话呀 并没有列出任何条件 神不是说 当你们达到某个水准了 符合了某些条件了 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的 没有这么说 神只是说 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不管你们怎么样 这是神志在必行的事了 这是神的恩典 是无条件的赐予 神要赐恩给他的子民 他要以他的灵来浇灌一切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你看呢 当彼得在五星节那天讲这番话的时候啊 他是引用了旧约约尔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的经文的 好 我们来看看约尔书的第二章二十五节 我们看第二十五节 经文说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在这节经文当中啊 补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哦 意思就是说 偿还了 补回啊 复兴了 这不单是包括了以色列国的复兴 更是指教会在灵性上的复兴 神的旨意已经很清楚的说出来了 那就是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 并且神要复兴 这是神像献金这个世代的旨意 神的灵要浇灌的是凡有血气的 并不是一小桌的人 而是包括了一切凡有血气的人 并没有分别的 神的灵要浇灌下来 这是一个何等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啊 是神的应许 然而我们对这个应许有什么反应呢 那我们只是坐在这儿啊 冷眼旁观吗 或者说赞美神的奇妙就行了吗 不是的 这不是神期望看到的反应啊 我们应该有反应 我们的反应应该是神既然赐下他的灵 复兴了我们 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去寻求他 好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 神的信实能够激发起人的回转 使人肯确的去寻求他 那不过 我们必须要以进食和祷告来回应神的作为 祷告和进食 其实是神对他子民的一种要求 进食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进食就是为了祷告和灵性的需要而刻意的不进食的一种行为 也就是说刻意的不吃食物的一种行为 这是神向一切属他的人所显明的旨意啊 特别是在神的灵浇灌的时代当中 这更是神一个很独特的明显的旨意 在思想圣灵的浇灌的时候 约尔书的第二章 那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呢 约尔书的信息 其实十分简单啊 就是讲到以色列的荒凉复兴和神的审判 第一章所讲的是荒凉 第二章是讲复兴的应许 而第三章呢 就是讲到审判的警告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在脱离荒凉 进入复兴的过程当中 神向他百姓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 第一章很详细的描述到以色列的荒凉 第一章十四节经文说 你们要分定进食的日子 宣告严肃会 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 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 向耶和华哀求 你注意了 这里不但说要向耶和华哀求 更要包括了进食祷告 这不是个人私下的进食啊 而是公开的 集体的进食啊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 要分别一段时间出来 专门为了进食祷告 神的子民要聚集一处 也就是说聚集在一个地方 在耶和华面前哀求 那跟着第二章十二节又说了 耶和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进食 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我 然后到了十五 十七节 十五十七节 圣经说了 你们要在西安吹角 分定进食的日子 宣告严肃会聚集纵民 使会众自己 招聚长老 聚集孩童和吃奶的 使新郎出离洞房 新妇出离内室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要在郎子和祭坛中间 哭泣说 耶和华啊 求你 顾惜你的百姓 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列邦管辖他们 为何容列国的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那你注意了啊 神呼召他一切的子民 都要进食 另外又特别强调 长老牧者和祭司 等类的领袖人物 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在教会当中做领袖的 要走在众人的前头 这是十分重要的 也是我们今天 做神工人的一个提醒啊 今天我把这个挑战 摆在你的面前了 如果你是做教会领袖的 就必须真的领导起来 行在前面 当神的话说 要我们见识的时候 他特别是提到祭司 牧者和领袖啊 这是我们的责任 去做领导的 要走在前头啊 然后 约尔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 那这是复兴的应许了 神应许说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 在这里 先知约尔说 以后 以后 而彼得在使徒行传说 在末后的日子 这好像是把圣灵浇灌的这个应许的实现时间呢 延后了 那到底约尔书那儿所讲的以后和彼得所讲的末后的日子有什么分别呢 那我们必须了解 约尔所讲的以后 就是之后 是在什么事之后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我们完成了神所吩咐的事之后 那么神吩咐我们做什么了呢 那就是在他面前要进食 宣告严肃会 全心全意的归向他 进食 哭泣 哀求 然后神就说 你们做了这些之后 我便会将我的灵浇灌翻有血气的 当我们看见神的灵 开始工作和运行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神的时候到了 而我们就要进食祷告 这是我们对圣灵的运行应该做的回应 有人以为进食啊 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 它只是旧约时代的事了 但是圣经的真理永远是不会过时的 进食其实是神为相信他的人而预备的 是神的计划 为要叫我们得到属灵的好处啊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进食和复兴的关联了 进食和复兴是有很大关联的 约尔书的第二章二十五节圣经说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 男子 蚱蒙 简虫 那些年所吃的 我要不还你们 你看了啊 神应需要 弥补他们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头 所失去的 这一些神都要偿还给他们 就要圣经讲进食最多的呢 是以色亚书的五十八章 这张圣经提到有两类的进食了 三到五节所讲的进食 是神不悦纳的 他们虽然进食了 但却毫无益处 不能推动神的手行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态度和跟别人的关系是错误的 他们依然贪婪 傲慢 征进 欺压别人 互相指责和批评 神说 如果他们以这样的态度进食 就不要期望有什么结果了 因为神是不会听他们祷告的 但在同一章的下半部分 也就是六到十二节 却有一种蒙神悦纳的进食 是带有神的应许的 好 我们来看看 以色亚书的五十八章第六节 圣经说 我所拣选的进食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 解下恶上的锁 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折断一切的恶吗 我希望你留意了 这个地方所讲 禁食的动机必须要正确 禁食的目的是为了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神的子民特别是做领导的 做领袖的 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禁食祷告 好使被欺压的人得着自由 那接着下来第七节经文就说了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 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 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 顾许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 这种真诚的爱 关怀别人需要的态度 是我们禁食的正确的动机啊 有些基督徒忘记了爱人如己的教导 不晓得这正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 但是动机正确与否 这是十分重要的 关系质大的 八到九节 圣经就这么说了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 要数数发明 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 必做你的后盾 那时你求告 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 他必说我在这里 神应许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态度 去禁食祷告的话 他必垂经 让我们得到光明 公义一致 你看呢 神会听我们的呼求 所以不但祷告重要 禁食也同样是重要的 让我们实际的去经历神自己 接着我们要来继续思想以色亚书的第五十八章 看看禁食的目的和复兴的关联了 我们来看看以色亚书的五十八章 五十八章九到十节 经文这样说 那时你求告 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 他必说 我在这里 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 并发恶言的事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使困苦的人得饱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 你看到啦 神应许要答应我们的祷告 但是他也提醒我们呢 错误的态度会破坏这个应许的实现的 这里列举了 重恶或者说欺压 指责人的指头 又或者说批评吧 发恶言的事 就是出于恶者的心 然后先知又强调实行爱心的重要了 他说 你的心要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使困苦的人得满足 然后经文的最后一句 就讲到在黑暗中会有光明 那十二节是神所赐下的一个极宝贵的应许呀 那我想我们都会渴望去经历它的 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样的应许呢 那就是要按照神所指示的去进食祷告 结果在十一节 所说的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 骨头强壮 你必像浇灌的园子 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 那如果你经历过干旱的话 那必然会领受到 有水浇灌的园子 那是多么的宝贵啊 多么的不同啊 当神的百姓满足了神的要求之后 神就会实现他的应许 即使是他周围的人都枯干了 都凋谢了 但是他仍然像浇灌的园子 因为他力量的源头不是来自外界 而是来自他的内心 圣灵就好像是一个活水的泉源那样的 在我们里头永留不绝啊 给我们有新的生命和新的力量 能够满足我们里面一切的需要 那然后在以色亚书的五十八章十二节 就可以说是神应许的高潮了 也可以说是一个顶点 经文这样说 那些出于你的人 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 你要建立拆毁累贷的根基 你必称为补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那注意了 这是说复兴的应许 复兴的应许 今天教会又何尝不是有许许多多 需要重修重补的重建的地方呢 我所指的教会不只是一座建筑物 而是属灵的教会呀 我曾经在教会历史当中 看过不少人物的见证 不少人物的见证 看他们怎么样推动神的手 并为后来的历史历代 建立了 或者说建立了 可以遵循和学习效法的根基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呢 这个共通点就是 他们都是看重和实行 进食祷告的人 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那今天呢 如果你也想 为日后的世代 殿下基础的话 或者说 成为一个榜样的话 进食和祷告 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在十二节的应许当中啊 提到补破口的 补破口的 在神的国度当中 有不少的破口 是需要去修补的 以西节书的二十二章讲到 神在找一些 可以堵塞破口的人 也就是说 可以堵破口的人 神期望有人 可以站在这个破口上 以祷告和代求 去堵住这个破口 修补成墙的破口 只有进食祷告的人 才可以承担 这一项重要的工作呀 那弟兄姊妹 希望今天的节目 能够对你有所启发 有所帮助 在你的祷告生活当中 也可以 亲自去经历一下 进食祷告 经历神的信实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